《黎智英》 黎智英案得到西方各國極大關注 在英國,國會上下議院要作出緊急質詢 BBC視為英國本國新聞處理 全世界傳媒都以顯著篇幅報導黎智英案 看香港政府如何對一個正行使《基本法》 以及聯合聲明公民權利的人惡辭對明 而香港完全與西方脫鉤 正式成為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的為止 也只是遲了問題 梁振英喜劍書質疑為何黎智英一生未住過英國 但是英國公民 其實黎智英與不少新聞工作者一樣 都是在1989年北京政府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後 推出的《居英權計劃》的受惠者 《居英權計劃》其實是第一代救生艇計劃 當時的戴卓爾夫人政府 其實是有考慮全面向香港人發出英國公民身份 只不過當時的政治氣候並不容許他這樣做 所以就向最高危的人發出護照 以變有事的時候立即有容身之所 當時其實西方已經不帶信任一個 會開槍射殺平民的政府 會不會履行中英營和聲明的承諾 畢竟未經公投之下 將一批很多為投奔自由而來的人 和他的後代交給一個獨裁的政府 如果處理不當 其實是將伯倫在武尼克會議裡面 將奉行民主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 相數奉送給納粹德國是同一個級別的獅子玉 而黎智英這位因為8964 由時裝連鎖碰巨子變成傳媒大亨的人 其實是香港的金絲爵 如果他有什麼問題代表一國人制全面失敗 所謂的一國人制高度自治 也不過是欺騙國際社會的環議 更何況用來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當西方人直接用代鼠法院 來形容香港法院審訊禮之這場鬧劇時 其實也代表了西方不再信任香港 當然那些相信自由民主的人 西方會封嚴他們的前逆 但與此同時 以往香港享有等同西方國瓜的各種經貿優惠 不僅開始逐一取消 而且在現在西方視香港為敵人 與北韓伊朗一類的流氓國家同等看待 這個不僅打擊香港的經貿前途 也大大影響了留在香港的人 現在香港經濟有如死亡一樣 只不過是序幕 生活水準大幅下降 在救生艇放得差不多之後 特區護照擁有的免簽 待遇大幅削減 甚至要申請簽證 都是極其加硬 也不會仍然感到意外 因為在英治年代 香港是與西方用同一樣的價值觀和制度 這就是西方的盟友 沈順黎智英代表中國要在香港硬離中共那一套 那是與西方水火不容的 視為敵最小也十分理所當然 正如上世紀一戰之後的延長惡鬥 由二次大戰到冷戰都是價值觀的教練 民主和獨裁的對抗 而這種對抗隨著普京、習近平等人的爭面目出現 而最度發生 在上世紀 中國和美國在記憶上共同對抗蘇聯 後來就有經貿上的共同好處 所以價值觀分期可以暫時放低 而現在習近平和西方既無共同的利益 甚至決意與西方為敵 連與西方簽署的條約都可恍然撕毀 西方國家以敵對姿態回應中國亦合情合己 香港亦不可能再成為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橋 來自英國 不只是一個中國的眼中釘被迫害的問題那麼簡單 而是香港真正終結的開始 一如上海這個金融中心正式變成為止是由三反五反開始 全中國經濟由三反五反開始受到重創 而並不是大躍進或公私合營等開始 而國安法以及黎智案的審訊亦代表香港的完結 十年後香港會變成不野養 如果仍然由中共掌權的話 實際是難以想像的 畢竟西方的資金和人材都會大舉流出 上海沒有西方的人材和資金 後來中共只是得到一堆陶具空名的建築物 香港亦會走上同一條道路 歷史總是不斷重複 中共滅完上海就滅香港 本性不會免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 也是只佛華一夢